MING PAO TORON 見很多Youtuber都有一個訂閱人數的Counter 我身為一個電子人 當然要DIY一個 其實在早幾個月前 就用了D1MINI 和一塊全彩的LED顯示模組 組裝了Counter 不過當時就用萬用版組裝 最近因為工作關係 試了人生第一次 找廠製作PCB 原來過程都不是很複雜 而且都不是很貴 所以就決定幫這個Counter 做一塊PCB 順便借這個機會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這個Counter的過程 股票 瘴車 IN Irish 做醫師 2 煤血 煤血 1 1 2 2 2 1 看零件有幾個小技巧 第一個就是將零件由矮至高排 先看矮的零件 因為這樣反最快板的時候 零件就沒有那麼容易走位 第二個技巧就是先看零件的其中一隻腳 然後反轉 將零件再撿一撿位 然後再看下去 這樣看出來的底板 所有零件都會整整齊齊 靚靚仔仔 完美 一粒 Mortal Gray 最佳芝士 威力 在首 terror ~! 很快 就是很棒的 這顆Dumper其實是用來 Bypass Dialog 原意是用來 不要讓D1 Mini Micro USB 電流到 LED 模組裡 因為根據官方資料記載 這塊 LED 模組 最高會用到 3A 電流 但我發覺只要將 LED 光度調低 就算經過D1 Mini Micro USB 電流 電流絕對沒有問題 接著放了 大家是不是很久都沒見過這些排線呢? 我想自從 Hard Disk 由 IDE 轉為 SATA 之後 大家就沒什麼機會再接觸排線 其實所有這些 LED 模組 都是用排線去連接 大部分都會用一個叫 HUB 75 的接口 這個 HUB 75 接口 其實就是一個 16 針的排線座 基本上你買一個 LED 模組的時候 它都會跟一條排線給你 但是呢 我就嫌棄這條排線 實在太長了 所以我決定自己去做一條適合長度 其實做這些排線都不是很難 只會將條線插進插頭 再用鯉魚鉗夾緊它 就是這麼簡單 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排線有紅色標記的地方 要對著插頭有箭嘴那邊 兩邊插頭都要跟這個規矩去做 這樣就完成一條排線了 好看好 底板看好 排線又做好了 是時候拆了一塊慢用版 放一塊新的PCB 放一塊新的PCB 怎樣在一個 LED 模組上 分別那個 HUB 75 的 Inno Put 其實是看箭嘴的 我都在底板上畫了箭嘴 只要箭嘴對箭嘴 那就一定沒錯了 插塊底板上去的時候 要好小心 對準針腳來插 不要插尾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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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好電源線 接著就輪到排線的部分 其實排線的插頭是有妨礙設計的 所以是不會怕插錯 只要插好這條排線 硬件部分就大功告成 接著我們要用一條Micro USB cable 將D1 mini 連絡電腦 進行Program的部分 Source Code 我就放了上網 歡迎大家隨便下載 下載後 大家記得改進你的SSID 和電話號碼 還有進入Google API Key 和YouTube Channel ID 如果不想用外置火牛 用USB供電 就一定要留意 LED亮度 這個設定 根據我的測試 亮度在30以下 都是安全的 最後 我們就可以將Program 上載到D1 mini 上 上載到D1 mini 上 上載到D1 mini 上的LED 上載到D1 mini 上的LED 會閃亮的 當然 你可以看Arduino IDE 上的Statabar 上載到進度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有什麼問題 記得留言告訴我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拜託